看到我身后了这么瑰丽璀的世博场馆 他们要带您好好的去看 在家里握游是轻松多了 因为在5月29号这一天 世博爆出了开原来最高人次 进去的人超过50.5万人次这么多 而上次呢我们就带您去看的沙特馆 结果现在要排队8个小时才进得去 在家里看是不是划算多了 接下来的报道会带您去看 拥有大概超过一层楼这么高的 滑溜梯的这个馆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开始 要看外形就像变形金刚 进去里面更不得了的德国馆 做好心理准备了 您要准备放大嗓门 然后呢拉高了分贝 一进德国馆就要准备大声吼叫 是否越夜越人呢 排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啊 那是什么样的场馆 到入夜之后还需要排三个小时 才能够进馆这么热门啊 镜头往上看 答案是德国馆 好 跟着镜头呢 又看到了排队的人群了 因为呢在这扇门后面呢 就是德国馆的镇馆之宝 门后面呢有一颗直径 三公尺重二十顿的动力球 大家一起挖出好吗 你可以听到满场的惊呼声 真的好大声哦 因为唯有这样子大声的喊叫呢 才可以把这颗球 叫德国馆的话来说 就是把这颗球叫醒 当我们大吼大叫的时候呢 这个球会一直逼近观众 刚离我最近的时候呢 距离差不多不到一公尺 球体内装有互动声音感应器 而球面密布四十万个发光二极管 随声音大小球体流光一彩 视觉天觉冲击一起来 当然还有大声喊叫之后的畅快 当他放动呢我也有功劳 因为我刚刚又跟着大吼大叫 不发现在这个表演秀里面 最厉害的是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叫得真的好大声哦 动力球秀八分钟 效果十足 德国馆没让人失望 和他超炫的外形一样 德国馆是由四个几何体组成的 我自己觉得在夜间看它呢 有一点点神秘 并且有一点点像是变形金刚的味道哦 看完热卖民族单初的世博大秀 接着我们前进瑞典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的瑞典馆的场馆里面了 不过你仔细看 这个场馆呢 从内部看这些外墙 总共有八名的外墙 这些外墙你看起来像是很普通的几何图形 但事实上呢 这些都有学问 因为这这些图案呢 其实是瑞典的首府 斯德哥尔摩的地图 其实呢 说瑞典馆呢 是一个场馆 只是一个概念哦 因为事实上 它是由四栋方形的建筑物组成的 每栋建筑物连接的 都是这样子透明的空中过道 我们现在进来的是 瑞典馆的第一个展区 逛瑞典馆 简单 跟着声音就对了 喊破了喉咙 因为 这流滑梯你不要看它 它不是什么简单流滑梯 它足足有一层楼高 我其实在旁边看 已经有点害怕了 不过 到过瑞典馆人都说呢 只要到瑞典馆 你不来 试这个流滑梯 大概就是白来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试试看 好 现在轮到我了 我还带了这个小DV 要拍这个 在流滑梯里面的 这个过程给大家看 好酷酷的 把脚放进去 然后要抓紧这个绳子 是的 OK 那你要推我 就要先跟我转推 OK 请注意 我的尖叫声绝对是真的 不幸看看我拍下的DV画面 好恐怖啊 镜头乱七八糟 因为在大溜滑梯里 手根本步不上拍摄 瑞典馆的大溜滑梯 高度近两层楼 全场有七公尺多 倾斜角度有三十四度 重力加速度 真的不是只有我会脚软 瑞典馆到处都是 小朋友的最爱 好玩 原来因为瑞典人认为 创意源自于游戏 和轻松的生活 因此场馆里 才有了溜滑梯和荡秋千 世博欧洲区超级精彩 而就在临近的美洲区 打上了灯光照景的加拿大馆 一样很有砍头 一般人提到加拿大呢 可能会想到这是一个 有山有水 很自然很美丽的国度 不过加拿大馆 它偏偏就不这么设计 仔细看这个展厅空间 这是加拿大馆的主场馆 超有魔幻剧场感的加拿大馆 由太阳剧团操刀设计 比创意不输人 好 现在我要骑上 这个加拿大馆的脚踏车了 不过其实你不会骑车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固定在地上的 我再骑快一点 很像就是在奔驰在这个插画里面 骑慢一点呢 它的图形也会跟着速度变慢 用插画取代自然风景照片 感觉立刻不一样 这个固定脚踏车在馆内很热门 体验室果然还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离开红山木的奇幻加拿大 我们到亚洲区的紫禅岛日本馆 来一趟世博科技行李 好 准备好要迎接炫目的新科技了吗 走进日本馆的展厅呢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台上的三面大萤幕 这些萤幕呢 它每一个都有152寸这么大 是全球最大的电视 这不但是全球最大的 解析度更是世界第一 画面清晰的程度 是现在市售电疆电视的四倍 可以把窗户给打开 怎么样 这样的视野是不是 是不是能开过来 萤幕设计和墙壁融为一体 变成一面生活墙 您瞧 一旦成功运用传感技术 这片智能萤幕甚至会随着身体移动 它电视机啊可以跟着我们人类移动 而改变它的位置 日本馆这次推出的新技术呢 被公认是本届世博的新科技焦点 也被认为呢 是最有可能影响未来人类生活的新技术 这些新技术什么时候会落实呢 日本馆自己说 时间就在2020年 在日本馆里真的有不少生活科技提案 像是早已运用在东京车站的人工动能发电地板 一届世博出现过无数划时代的发明 影响全球人类 而这次在日本馆展出的可预见的未来世界 绝对是世博油不能错过的焦点 TVBS新闻 张一鸣美心上海世博采访报道 好玩 我们这一组采访记者张一鸣和油美心 他们在中国大陆我们叫蹲点已经很多年 所以从他们的眼睛去看世博 当然不只是看热闹而已 他们这次要呈现一个独特的观点 那就是在世博的油园人口当中 有绝大多数比例是农民工家庭的朋友 他们也反映出中国大陆现在人口结构的70%都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上海办世博是要让世界走进中国 而这些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出国 当他们借由世博一次贴近世界 并且带着他们的小孩子中国的未来一代 有过这次世博经验之后 在这些家庭在这70%人口的心里产生什么样的激荡 以后对于中国的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有的人倒是不要花32个小时的车程 等于台湾的松山机场飞上海来回都可以20趟了 的确是值得观察